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关于重生故事的开端 第四季冰川期 冰川从冰雪笼罩的庐山出发 向北一路推进至鄱阳湖 行至二十余公里处的斜山 冰川被突起的山峰劈开 但冰流之力不可小觑 山体两侧被磨石为鞋子的形状 鞋山因此重生得名 由冰川搬运而来的少量飘丽 在这里安家 因水流环境变化 沙岩与灰岩在几十万年间层层堆叠 相互交融 坚硬的灰岩更是成为贝类愿意依附的港湾 斜山向北九公里处的石中山 则是另外一番情形 夏林深潭 微风古浪 水石香薄 生如虹中 诗神苏东坡的石中山记 道出了古人的奇音之说 他的奥妙 随着冬季颇阳湖水位下降得到解释 山体静默于湖水之中 下层已几乎被溶石中空 山体之上 湖水退去的痕迹仍在 下方的空隙 则不断吞吐风浪 只待某一刻风水相机 再献石中之明 石中山已生正名 而到了庐山 山石则因志宴人的巧思 而获得新生 点点点星光 行似鱼子 屡屡波纹 取名眉纹 层层光运 欲为金星 这些原石之中 这些原石之中隐藏的秘密 是风石氧化的独特印记 也是地质演变的专属见证 鱼岛 鱼岛 金星燕原石的主产地之一 因山体的不断伸展拉张 形成了多样化的片状夜盐 销鱼岛 销鱼岛 洗尘 磨砺 梅文映出湖光 金星变为灵蛙 完石重生 或是亿万年的变迁 或是季节造就的奇观 石头与自然的故事 仍在继续 变幻不停 心生不止 至于